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B站发视频已经100多期了 一年多的时间 关注的朋友也很多 但是我发现我的很多视频 被转发出去以后 都是被这些人当枪使 怎么讲呢 就是从我的视频里面断章取义 说某一个相机的某一点不好 然后被他们就说 这台相机就一无是处 而且我还经常被称之为 是索黑 佳能吹 松下吹 所以我之前出了RX100的视频 被很多自嗨的索尼党 索嗨党 说纯粹是为了黑出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满足你们的要求 专门来说一下 我使用的所有的索尼的相机 我认为它有哪些很大的槽点 有哪些优点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摆出来的相机 都是我自己的使用的索尼的相机 这些不是租的 都是我自己买的 所以我想讲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索尼的相机 有它的缺点 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索尼 作为我的主力机来使用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些缺点 第一个缺点我要说的就是改对焦点 这个我已经吐槽过很多次了 不管是在操控 或者是在各个视频里面 首先为什么我认为改对焦点速度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索尼的很多相机都是不配备触摸屏的 比如说像这台RX1R Mark II 它因为是没有触摸屏的 所以说在改对焦点的时候 只能够通过按键来更改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很慢 假如说拍一些比较经常会动的东西 比如说宠物猫猫狗狗 它们在你的画面上移动的时候 有可能经常会变换构图 或者是拍小朋友 移动来移动去的话 就经常会变换构图 那么你就需要移动这个对焦点到它们的脸 因为我们拍人物或者是动物 最主要的就是对焦到它们的脸上 所以如果没有触摸屏的话 使用按键 移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慢 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说 佳能6D2移动对焦点的速度很快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佳能的相机你说移动的快 索尼的相机就移动的慢 同样是可以通过滚轮来移动 为什么索尼的相机就要移动的慢 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佳能的相机 这个是相位对焦点 你通过上方的波轮 或者是下方的波轮 可以上下或者左右移动 佳能的相机为什么移动的快 很多人说对焦点少 确实是佳能的对焦点没有那么多 横向的话也就是9个 但是有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上面波动波轮的时候 不论是我波动的快还是慢 它的移动速度都是固定的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慢慢波动 从左侧波动到右侧 你可以看到它的移动的距离是固定的 但是我快速波动 你可以看到 我波动这么一圈的话 它的移动距离也是接近的 所以说不管是快慢 我可以非常准确的找到左侧 或者右侧的对焦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索尼的相机是什么样的 那么就拿这台相机来演示 那么按中键 可以通过后面的波轮上下移动对焦点 也可以通过后波轮来左右移动对焦点 那这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把对焦点移动到最上面 我从波轮的上方这样往右转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慢慢转动 我每波动一格的时候 对焦点就会移动一个位置 所以当我转动一圈的时候呢 对焦点就会从上面转动到下面 你可以看到我在慢慢转动的时候呢 滚动一圈的距离是从屏幕的上方到下方 但是这时候大家注意看 当我快速移动的时候 我已经转了一圈 它的对焦点还是没有下来 再转一圈 还是没有完全下到下面 我再转半圈下来了 假如说我在回去的时候 再转的快一点 一二三四 我要将近转三圈半才能转回去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慢慢的转动 好可以从上方移动到下方 那我快速的转动 一二三三圈半 才能把对焦点从下面移动到上面 那么这边我们在从上面移动到下面的时候 再快速转动一下 一二三四三圈半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慢慢转动的话 可以转一圈移动下来 但是你快速转动的话 这个对焦点呢 就跟不上你的操作 所以说在一些需要你快速的去更改对焦点的位置的时候 索尼的相机慢就慢在这个地方 同样的这个左右也是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从右侧这样转动一次的话 它是可以移动将近半个屏幕 但是我快速移动的话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甚至要转动九下 看一慢慢的 二两圈半 再一二 好吧我们再转回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甚至是要拨十下 所以说这个就非常致命了 也就是说它每次拨动一格 如果你拨动的快的话 实际上有很多的格子都被吃掉了 不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一轮可能是七八格 但是实际上相机只响应了两次或者三次 所以移动对焦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慢 所以说为什么索尼的相机上一定要有触摸屏 因为通过触摸屏来更改对焦点位置是最直接的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买了两台A9 因为A9它拥有触摸屏 那它又是一个速度机 所以说拍活动 拍一些婚礼 拍一些运动 更改对焦点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你点击中间的按钮 它会单独切换成这样的一个界面 但是它会把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三分线给关掉 所以说假如说你想移动的左侧的这个三分线的位置 你就看不到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这种辅助线来帮助你构图 然后后来这个A722包括A722都改成了这样 跟63006500一样的对焦切换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按下中间这个按键以后 它这个界面是不变的 但是会单独切换更改对焦点模式 那么这时候你直接按按键的话 它是直接可以更改对焦点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更改对焦点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 你看 哎呦 无操作 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按键 非常容易出现无操作 如果是在一些对抓拍要求比较高的活动拍摄当中的话 这样的操作模式非常的难用 你看 更改对焦点的速度非常慢 但是这种更改过的模式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之前不是说 我们是可以使用波轮来更改对焦点 对吧 上面的波轮也可以 但是更改过这种对焦模式以后 你使用波轮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直接更改对焦的位置的 你可以看到我前后的两个波轮都是没有办法更改 因为这时候这个界面 实际上它是更改的有光圈和快门 因为它这个界面还是仍然在显示的嘛 所以说原本就已经移动的很慢的对焦点 结果还少了两个移动对焦点的方式 这就很痛苦了 更新过固件以后 反而比以前移动起来还要满 而且滚动波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更改对焦点的大小 它也不是更改对焦点的位置 所以说 这个真的是更新过这个新固件以后 更改了对焦点的移动方式 真的是让我恨得牙痒痒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是没有办法按上下左右 这个按键来切换模式的 比如说Display 或者是切换连拍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上下左右四个按键的这个快捷方式呢 全都用不了了 之前有弹幕说过啊 这个框上下左右四个箭头 这么明显你就看不清吗 但是如果你真的拍摄过活动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啊 你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你的相机上面 你是要注意现场的情况的 所以你屏幕上这么一些细微的变化呢 其实看的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你很多时候注意力都是在 专拍现场的人物 所以说 为什么我之前说过 Record按钮在这边 它屏幕上虽然说有一个录制的显示 有一个这种闪烁的红色的提示 但是很多人还是以为 自己已经按下了这个按钮 就是因为 其实很多时候 使用这台相机的人 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需要注意很多东西 这种很小的变化呢 他们并不能注意到 如果你真的做过拍摄的话 你就知道 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两种模式的切换呢 在屏幕上的显示区别 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虽然你觉得可能很明显 但是真的 我有跟很多索尼的摄影师交流过 他们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他们都是真正的拍摄的人 不是说坐在键盘前面 抱着手机打嘴炮 你们天天拿这个相机拍自己的键盘 当然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正因为有这个模式的切换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不太清楚 切换到是哪一个模式 假如说我想在这个情况下 想要更改连拍模式 或者是切换display 你会发现 按的没有反应 就是因为 它把这个快捷键给取消了 但是我切换回来 更改完 我想要更改的设置以后 它这个对焦点的模式 又不会切换回去 不像以前的这个相机 你一个对焦点切换完以后 你按快门 它是直接会取消掉的 所以说你每次按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 它都会回到一个原始的状态 而不是说保留两个状态 因为你在保留两个模式的时候 很容易就忘记相互切换 如果做过UI的人都知道 看过用户体验的要素里面都讲过 当UI进行切换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忘到当前所处的模式 在用户忘记当前所处的模式的时候 就会造成误操作 所以说本来是想要更改ISO的 结果发现 怎么按了半天没有反应 这就是有可能造成误操作 我知道肯定有一些朋友说 你为什么要选择 这种自由点单点的对焦 不用中央对焦点或者是广域对焦 首先广域对焦 虽然说相机可以帮你寻找一些对焦点 但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的拍摄对象 在前景的后面 比如说从树叶的缝隙中 或者门缝中去拍摄 或者说你拍摄的对象 它的前景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这样的话 这种你痊愈的自动对焦 就会很容易对到前景上 而对不到你的背景上面 所以说要选择这种自由点单点 你才能准确的选择到目标对象 当然也有小朋友会说 索尼相机有人脸识别 为什么不使用人脸识别 或者是眼控对焦 首先这个索尼的人脸识别 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就是除了A9或者A7R3 之前几代相机的话 它识别正脸还可以 但是稍微有一些遮挡 或者是侧脸 或者是戴了一些墨镜 或者是有一些帽子的遮挡的时候 它就没那么利索 所以经常容易识别不到人脸 其次是假如说识别到人脸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按下对焦的话 它反而会对到前景上面 就是因为它人脸识别的对焦框 非常非常的大 假如说在很大的对焦框 出现了前景的时候 你这时候直接对焦的话 就会对到前景上面 我可以放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竹林里面 我们透过竹林的竹叶拍摄的时候 它这个对焦就对到前景上面 所以说其实人脸对焦并不是很靠谱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人脸对焦不靠谱呢 假如说你在拍活动 拍活动的时候到处都是人 你说相机到底对到哪张脸上面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 就根本就没有拍摄过这种题材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拍摄过 用过人脸识别 所以说他总觉得有这个功能 肯定很好用啊 对吧 其实很多情况下呢 这个所谓的智能化的人脸识别呢 并不如这种单点的对焦来的准确 然后是眼控对焦 眼控对焦同样是 如果你连人脸都识别 都比较困难的话 你更不要说识别人眼了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我就不说那种人脸很多的活动的 拍摄的情况下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 拍摄的时候 识别人脸比较困难 在一些光线暗的情况下 使用人脸识别的时候 都拉风向对不上焦 就不要说再使用人眼了 看得出来这个 就算是旗舰级的A9 在某些情况下呢 单次对焦 人脸识别都比较够呛 就不要说让他人眼识别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 真正的去用过 人脸识别或者人眼识别 就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懂得还挺多的啊 知道这个相机的各种特性 但是实际上这些特性呢 在一些实战的情况下 拍摄起来用起来是不好用的 然后呢 还有人说用中间对焦点 你们先移动后构图 先移动后构图 你想的很美 我就不说 就是你移动过去以后 这个景深啊 因为它的焦屏面会变化 移动过去以后啊 它这个焦屏面 很可能就产生变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你移动过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机身啊 它其实是会被你的手 产生晃动的 假如说你拍摄的 现场环境比较紧张的话 根本就没有时间 给你去这样移动过去 就是你这样移动的话 很容易造成相机的晃动 尤其是在晚上拍摄的时候 这个你晚上出去拍过 拉稳的时候都容易产生晃动 你就不要说 还这样中央对焦点 移动过去了 哎天呐 所以说没有经过 实际拍摄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说 这种大话比较好 第三种就是活动拍摄 现场人环境 非常非常复杂 比如说婚礼 新郎新娘 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 会给你这个时间 让你重新对焦吗 对吧 你这对好焦 在移动过去的时候 人已经走出来 那个焦点范围 所以你在婚礼的时候 这样拍 假如说你拍摄一些运动 对吧 运动员正从远处跑过来的时候 你这样对焦吗 你这样对焦的话 对上焦移动过来 不光是有可能糊掉 而且人早就出了那个景深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些言论都还挺可笑的 我也不知道是 你没有拍摄过这种摄影题材 还是说 你只是说想找一个借口 怼我 觉得我说的不对 但是你讲的这些理由 除了显然你自己很无知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真正的去实际的 实战的 用这个相机拍摄过的摄影师 都知道我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真实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做视频也是做实拍 如果你没有这种经验的话 不要随便的在弹幕里面 发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没有什么意义 你可能觉得 能够显得自己比较能一点 懂得比较多一点 实际上 只会显得自己很无知 所以我们吐槽过 这个移动对焦点很慢 通过按键都移动的很慢 就不要说用这个滚轮了 我们再继续吐槽 索尼的菜单 这个菜单的布局 我个人觉得 没有什么好吐槽的 因为不同的相机 它有不同的菜单的布局 虽然说这个里面的内容很多 但是你像我经常用索尼的相机 所以说我知道 它大概每一项的位置 是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人脸识别 那几乎所有的索尼的菜单 都是在第一个拍摄菜单的 靠后的几页 比如说稳定 steady shot 也是在这一区域 比如说要更改自动回放 它大概就是在第二个菜单 齿轮这个菜单的前面的位置 比如自动回放 在佳能的相机上 它就是非常直观的 在第一个菜单的第一页 你可以看到 图像确认 就是如果你经常用这个相机的话 你是会记得住 这些设置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我不觉得 索尼的这个菜单的布局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吐槽一下 这个菜单 为什么反应 就是跟更改对焦点一样 假如说我这样单次的切换菜单页的话 你可能并不能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切换下面的菜单页的话 其实可以用上面的这个滚轮 你慢慢的波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慢慢波动的时候 会移动好几页 但是你快速波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每次滚动一次的时候 它可能只能识别一次 或者是两次 这就可烦了 不像佳能的菜单 虽然说它也是同样可以通过这个滚轮来波动 但是我慢慢波动 和我快速波动 它这个移动的位置是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移动菜单 不管是你是快还是慢 它都是响应是一致的 移动距离是一致的 但是索尼的菜单就是 你这样波动速度很快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只响应了一页 但是你慢慢波动的话 它就可以滚动很多页 就说明这个操作系统比较慢 快速滚动的时候 把这一格的滚动给吃掉 这就是索尼菜单 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感觉很慢 就是因为这一点 你在快速操作的时候 跟慢速操作的时候 它速度不一样 我想各位观众 如果打游戏的话 大家都知道 那个鼠标 为什么要打游戏的时候 要把那个鼠标的加速给关掉 因为鼠标加速的就是 你慢慢移动的时候 这个移动的距离 和快速移动的时候 这个移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那你在玩一些射击游戏的时候 你移动的速度不一样 结果它移动的距离不一样 这样的话就很难进行瞄准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打游戏的人 都要把那个鼠标加速关掉 同样的这个索尼的菜单 它不是加速 当你快速移动的时候 它反而移动的距离更慢 然后菜单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索尼的菜单 不管是这种老的风格 还是新的风格 它都是可以切换 这个大菜单和小菜单 就是说你移动到 上方这个位置的时候 波动这个波轮是移动大菜单 转到下方的时候 波动的菜单是这个小菜单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假如你想快速的 切换大菜单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indicator 就是指示器是在最下方 你就要转到最上方先 然后再向右切换 然后再转下来 但是呢你没有发现 假如说你转到 某页的最后一项的菜单的时候 你直接切换页面 它会转到第一项 但你切回来以后呢 它并不会存储到 上一页的最后一项 但是佳能的相机就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每页的这个菜单 它的每一项的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记住 比如说我第一页第一项 我给它转到第三项 转到第二页的时候 它是最后一项 我们再转到第一项 再转回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 它是保持到我们刚刚的第三项 再转到最后一项 再回来 我们刚刚转到第一项了 再转回来 它是最后一项 所以说假如说你最近 设置过一些什么项目的话 你更改到这一页的时候 它这个indicator 就是这个指示器呢 不会被轻易的修改掉 那么索尼这个菜单 它就不会给你保持这个位置 你切换过去以后 它这个指示器就丢了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但是它会比较大的影响你的效率 而且不管是 有没有触摸屏的索尼的相机 它这个菜单 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触摸的 也是没有办法快速更改 但是呢 加能的相机 因为它这个有触摸屏 所以说你在更改 某些设置的时候 是非常快的 而且这个触摸屏的响应 非常的及时 所以说这个索尼这个菜单呀 因为这些很小的问题 包括这个快速波动 响应很慢的问题 就造成这个索尼相机用起来 延迟非常的大 非常的慢的感觉 这个我之前有打过比方说 就好像你用iOS的手机 转到Android手机一样 好多弹幕在说 哎呀这个 你肯定用的是Android 4.0的东西吧 5.0的东西 真是不好意思 是做iOS和安卓的程序的 所以说我手底下 iOS6789 10 11 安卓4点多 5点多 6点多 7点多 8.0的安卓系统 我都有 而且我是因为做开发 所以说我了解 安卓系统的底层的 我知道安卓它提供的系统的API 跟iOS提供的API 是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从底层来说 安卓系统就没有办法 对界面优化 或者是对界面的反应 优化得很好 因为它的通信的机制 跟iOS完全不一样 因为iOS所有的渲染 就是以UI界面为主的 安卓系统 你在移动的时候 它就要延迟一下 就要卡顿一下 因为它底层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不管你是界面上优化的多好 你比较过你就知道了 滚动的手感 页面滑动的手感 它就是要比iOS要延迟一些 所以说我希望 假如说你不做开发的话 你只是作为一个用户的角度 来使用这两个系统的手机的话 请你不要来质疑我的专业性 好吗 虽然说评价一台冰箱 不需要你会置冷 但是你想要评价一台冰箱的时候 你首先要懂得压缩机的原理 如果你连底层东西都不懂 你评价个冰箱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评价一个东西非常容易 长了一张嘴 你就可以讲 但是你讲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说服人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具备相关的知识 不具备 可以获得正确评价的能力 所以说你的这些评价 是没有意义的 我建议如果你没有 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话 就不要打肿脸冲胖子 想要表现的自己知道的很多 这样除了显得自己很蠢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作用 然后接着我们吐槽一下 这个Function Menu Function Menu的话 这个我在之前操控的时候 已经说过 有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界面没什么问题 但是假如说像对焦区域 如果是对焦区域的话 你是直接拨动拨轮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菜单 但是如果你点进去的话 它又是另外一个菜单 这两种操作模式 就是说我们在做UI设计 或者是做任何的设计 它都趋向于一个一致性 就是同样一个功能 你为什么要提供两个菜单 你为什么不能够 直接在同样一个UI上 提供一个菜单 比如说像这个自由点 它是有一个子选项的 就是小对焦点 大对焦点 或者中等的对焦点 那么当你转动到这边以后 你怎么去更改 需要通过上面这个波轮来更改 但是你点进去以后 它的菜单逻辑就不一样了 你是通过这个左右来更改 因为你直接在外面的菜单 拨这个波轮的时候 左右更改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它就会直接切出去 但是你点进去以后 左右更改是切换子选项 所以说它这个菜单的逻辑不太一样 你要更改同样一个功能 你结果你有两种操作方式 这样的话 从设计的一致性上来讲就不太好 就是同样一个功能 它提供了两种修改方式 这两种修改方式的 它的这个修改体验又不一样 进去的按键的操作 跟外面的按键的操作不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当你点进去这个菜单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子菜单的项目 那你是不知道上一项 和下一项是什么的 除非你记得很清楚 比如说像这个 暴微曝光的参数 对吧 上一项和下一项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还得必须要滚一遍才可以 但是佳能的菜单 就不一样 你可以看Quick Manual 总共有多少选项 在下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知道 从这一项 滚到这一项的时候 要滚两个 你就非常清楚知道 需要多远的距离 那你这个操作就非常的准确 而且非常的快速 所谓的菜单就是 上一项下一项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这个其实我之前用富士的相机 我也吐槽 就是它那个Quick Manual也是 就只显示这一块 你也不知道 上一项下一项是什么 就是你要滚一遍 假如说一些拍摄情况 比较紧张的地方 那你这样的更改设置 肯定会耽误你的时间 而且你可以看到 点Function Menu 反应非常的慢 看到吗 它没法立刻跳出来 或者点Menu 显示的就很慢 虽然可能一般人用起来 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大家都知道 打那个设计游戏 网络稍微有一点点延迟 或者是自己的鼠标 稍微有一点点延迟 或者是显示屏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延迟 你都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 对这个相机快速操作的话 这一点点的延迟 其实这个感觉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大 当然对于一般的键盘档来说 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拍键盘嘛 又不用操作很快 加弄了相机就反应很快 可以看到 还有包括Quick Menu 就你真的是用过的话 你会发现 索尼的这个菜单真的是 反应非常非常的慢 然后我说一下 对焦的速度 其实A9的这个对焦速度 是非常好的 从单次对焦上来说 虽然说没有松下那么灵敏 松下对焦真的是非常的快 单次对焦 但是基本上够用 它按下快门以后 就可以低 低 就能对上 非常的快 但是很莫名其妙的 在一些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就会对不上焦 就会拉风箱 其实当时那个现场环境 我看起来并不是很暗 所以就很费解 这个事情出现在A9上 出现在6300上面 出现在A722上面 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A7S 因为A7S是一个反差对焦 而且它在暗光对焦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单次对焦的时候 只有这一点 可能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在相同的情况下 其他的相机 都是可以对上焦的 不管是再慢 你像富士 它其实对焦速度比较慢 但它还是能够合焦的 松下就不要说了 就对焦速度非常快 不管是光线环境再差紧 对焦速度都还是非常快 我靠松下 对焦太理俗了 佳能的这个双核 来view对焦模式 也是虽然说它对焦 会稍微有点慢 但是还是能够合焦的 索尼的这个A9 A722都是一样的 光线稍微差 或者是对焦的这个位置呢 对比度稍微差一点 就拉风箱拉了比较严重 我觉得还是有点头疼 但是呢 AFC模式 转到AFC以后呢 它这个连续对焦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试过在相同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AFS 拉风箱的情况下 我给它转到AFC 反而它会效果好很多 而且咬得非常的紧 对 比如说在一些光线 非常差的这个舞台上 因为它很多时候 这个灯光照不到 想要拍摄的人的脸上 反正这个AFC呢 我个人觉得是 性能非常非常好 确实是一台 运动相机的这个对焦性能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呢 索尼的这个AFS对焦系统呢 可能还是不那么成熟 我个人觉得 就是它在单次对焦以后 会使用一个混合的算法 有时候会使用相位对焦点 有时候会使用这个反差对焦点 就会造成这个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AFS单次对焦的时候 有点拉风箱的感觉 这个是对焦一个问题 但是的话 假如说你调整一下角度 或者是补充一点光线的话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除了一些 对画质有要求的环境下 会使用索尼的相机 其他的 假如说对画质要求 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我会使用松下的相机 因为松下的相机除了 它因为是Microforcer的画幅 M43的画幅 所以说它画质会差一点 但是它的对焦系统 包括机身的各方面操控 都非常非常好 如果画质不是一个限制的条件 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的话 我更愿意带松下的相机出去 因为我知道 松下的相机 可以给我非常好的 这个对焦的反馈 我肯定每次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 它对焦都是非常快 非常准的 而且响应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个是对焦的问题 然后是SD卡的写入速度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除了就是A9 它添加了这个UHS-R的接口SD卡 那我之前也专门出了一个视频 给大家试用了一下 各种不同的卡的 它可以写入速度 但是呢其他的比较老的相机 比如说HR或者是HS 比如说像这种RX1R2 它这个SD卡的写入速度 就只能够到达30MB每秒 包括我之前的那个A6300 卡了 你觉得它应该会写多少时间 10秒 你太高估它了 为什么这么久 那索尼相机就这样 连拍多张的时候 它因为它的数据量非常大 它不光是会卡机 写入速度又非常长 在拍摄的时候呢 你又没有办法进行回放 大家都知道RX1R Mark II 它是一个4200万像素 它是跟HR2是一样的 假如说你要多次拍摄 然后想要playback 妹子都已经走过来了 想要看 很尴尬 按了好几次 它才能全部写入完成 不光是写入速度慢 这个写入速度呢 其实跟SD卡的速度 没有什么关系 它最高就是限制到30MB每秒 所以你买再快的卡 放进去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是它的这个回放的速度 这个4200万的像素呢 当你按放大按钮 想要检查焦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等了将近三秒钟 才能放大到100%的检查焦点 所以这就很尴尬 对吧 你想要放大的时候 要等很长时间 然后假如说 你想要看下一张照片的时候 它也要等这么长时间 可以看到 我拨动上面这个波轮以后 它就会切换到下一张 这个回放的速度就很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喜欢用 4200万像素的相机 我HR2就是除了一些 真的是比如说拍菜 或者是拍一些镜物 它商家对于这个分辨率 有一定的要求 其他的情况 我都不会带 4200万的相机出去 因为不管是拍摄完 回放 还是说回放放大 显示对焦点 它这个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连拍以后也是 写卡写半天 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如果你真的用过的话 然后实际拍摄过的话 你会发现 很影响你的拍摄的流畅度 妹子过来看照片 你很尴尬 看不了照片 这个是很痛苦的地方 索尼相机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使用起来非常的痛苦 就是你按Display 这个按钮的时候 是可以切换屏幕显示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所有的数据 然后没有数据显示 直方图 然后水平仪 但是为什么它就不能像其他的相机一样 把这个水平仪 直方图都能显示在一起呢 我觉得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是需要关注上面的很多的参数的 同时也需要查看直方图 来保证我们的曝光 同时也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水平仪 你看佳能的相机就是 现在这个界面是显示所有的信息 当你点info的时候 它可以添加直方图 再点击的时候 它可以直方图 水平仪 带相机的一些参数 全部都显示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非常方便的一点 但是索尼的相机就没有办法做到这种 所以说像HS这种相机 你在想要拍摄视频的时候 查看直方图 你要还要切换过去 这就很痛苦了 我想要检查相机的拍摄参数 同时我要看直方图 索尼的相机就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一个我觉得用起来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接着我就要说一下索尼相机这个屏幕了 我之前吐槽过 就是显示同样的照片出来的话 索尼相机的屏幕 效果就是没有佳能好 虽然说佳能它可能 在后期处理的空间上比较差 索尼吃亏就吃亏在这块屏幕上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你要现场去给妹子看照片 所以第一眼的观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她看到自己的照片 皮肤很白很漂亮 她就会有信心 往后面进行拍摄的时候 就不会说觉得自己丑 因为我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去拿索尼的相机拍摄的话 很多妹子都会说 哎呀我怎么这么丑 不好看 但是呢我拿佳能的相机出去拍的时候 她就说哎呀这么好看 对真好看 这个是你真的拍摄过很多次以后 有实际的拍摄经验 然后交流过以后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这个不是我在说啊 是妹子他们自己会这么觉得 就通过这个 只是看这个相机的屏幕 就会对他们的自我评价 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是哎这么好看 一个是怎么这么丑 对吧 实际上就是因为相机屏幕的问题 然后我要再说一点 因为我经常使用这个屏幕进行取景 很少使用取景器 所以说在修改屏幕亮度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现在要拍摄这个屏幕不能太亮 正常情况下是打到零 索尼的相机的屏幕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假如说你在户外 想要看清这个屏幕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手动打到一或者二 在打到二的情况下 你在playback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看不太清这个屏幕 我把这个ISO降低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实际上是有些失真的 就是说有些地方 屏幕上会过曝掉 就看起来好像是过曝的 但实际上它没有过曝 只是因为它这个屏幕的显示亮度调了二 所以说索尼的相机为了让这个屏幕尽量的亮 发出更多的光线 会造成它这个屏幕看起来比较失真 曝光就不对了 但是佳能的屏幕就没有这个问题 佳能的屏幕这边 你即便是把显示屏的亮度调到五或者六 它看起来是非常亮的 但是你在playback的时候 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失真的 所以说这一点我也觉得是 加弹相机很好的地方 因为经常要使用翻转屏 就是一个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能够准确的还原现场 这是非常重要 最后一点我还是说一下这个翻转屏 虽然说很多索尼的相机 有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翻转屏 但是我毕竟还是拍人像拍的比较多 纵向的去拍人像的时候 这个侧翻屏就用起来不方便 那你要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 或者是高的角度进行取景的话 就没有侧翻屏方便 那如果你是加弹的相机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去一个比较低的角度 或者是这样去到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这样或者是上下翻的话 你又可以像索尼的相机一样 拍摄到不同的角度 所以说这种侧翻屏的灵活性 要更好一些 但是索尼没有非常的痛苦 就算你可以设计成 富士XT2那种屏幕翻出来也可以 所以我很多时候 用索尼的相机拍人像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的别扭 就非常的不好用 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 这个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它识别到人脸的话 它就会以人脸来进行曝光 调整曝光 如果没有识别到人脸的话 它就会以你的侧光模式来进行曝光 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它这个人脸识别 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每一次都可以识别到 所以你在连续进行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一张曝光欠一点 下一张曝光亮一点 就是因为 它有时候能够识别到人脸 有时候识别不到人脸 因为很多时候 我会在逆光的情况下进行拍摄 然后我会主动的去调整曝光补偿 它逆光的时候 曝光补偿一般会调的比较高一点 结果它自动识别到人脸以后 它会以人脸为正常曝光 然后再加两打曝光补偿 结果就造成整个场景过曝 所以识别人脸自动曝光 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用的 起码是我个人拍摄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但是相机里面也没有任何 可以关掉这个功能的地方 所以说人脸识别这个功能 其实我个人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曝光太不稳定了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刚刚为索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素材 当然你们可以拿过去当枪屎 说几分几秒的时候 阿布说过这台相机就是一坨屎 你们可以断章取义 可以通过一点来否认一台机器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有可能是因为买不起 所以说你却想通过某一种方式来否认它 就跟谈恋爱一样 因为你喜欢一个姑娘 结果这个姑娘没接受你 然后你就到处说她的坏话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晚尊一下 为什么我刚刚竟然讲了这么多 关于索尼相机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我还要把我的主力机型 从尼康换到索尼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弥补它 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缺点 首先是五轴防抖 因为大家都知道索尼的相机 从A7α7第二代开始 HR A7R A7SR都开始有五轴防抖 包括A9也是 这个五轴防抖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首先是我个人大家都知道 使用屏幕进行曲径比较多 那么相比于使用取景器来取景 用两只手来拿这个相机 它比较自由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拿这个相机的时候 没有使用取景器那么稳 因为你用两只手去拿这个相机的时候 它是有两个支点 但是如果你使用取景器的话 你的眼睛会搭在取景器上 它就会形成三个支点 它肯定会更加稳一些 但是因为索尼的相机有五轴防抖 所以说它可以很好的抵消这种抖动 所以我可以在获得相同的画质的情况下 因为它的稳定性可以由五轴防抖来保持 所以说我在可以获得相同画面的画质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翻转屏来从各个角度进行取景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构图 我的这个拍摄的角度就更加丰富一些 我个人的拍摄的风格是这样的 我比较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构图 不同的角度 因为使用取景器的话 绝大部分人都是站在那儿 最多就是坐在那儿 蹲在那儿 角度不是很丰富 很容易被你的身高 或者是一些环境 比如说地上有水之类的限制掉 所以五轴防抖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同时因为它的防抖功能是在机身上 不是在镜头上面 大家都知道画质很好的定焦镜头 都不带内置了镜头防抖 光圈防抖 所以假如说在使用这些镜头的时候 你想要获得一个比较好的防抖效果的话 那机身五轴防抖就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功能 因为在很多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是需要大光圈的定焦镜头的 同时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我们也还是想尽量的放慢快 来让更多的现场的光线进入 那五轴防抖就可以让你在使用大光圈的定焦镜头的同时 可以获得比较低的快门的速度 不光是拍摄风景还是拍摄人 都有很多的好处 你的画面不容易糊掉 很多时候的话 在一些暗光环境的人像拍摄 五轴防抖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稳定画面了 就不用再背个三脚架很累 很累赘 你想想你要为了拍摄一个场景 还要把三脚架打开 折腾半天 那妹子心情早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拍摄视频 对吧 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接触到这种新媒体 动态媒体 就视频越来越多了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卡的流量都比较多 还有什么包流量卡 对吧 看直播之类的 所以说视频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大 虽然说很多拍视频的镜头 我们一般是变焦的镜头比较多 通常变焦镜头都带防抖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使用定焦镜头 并且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防抖效果的话 这个机身的五轴防抖 可以很好的帮你稳定画面 因为你拍照片的话 假如说你没有防抖的话 你可以拍十张 那么总有那么一张是不糊的 有一定的几率 但是你拍视频的时候 不可能你拍摄的整个全程 手都不抖 对吧 所以五轴防抖可以帮你很好的稳定这个画面 即使是使用一些没有光学防抖的定焦镜头 因为你使用变焦镜头的时候 你最大也就是只能获得一个等效2.8光圈的效果 你想要获得一个很浅的景深 比如说1.4 1.2 甚至是0.95的光圈的镜头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想获得很稳定的画面 那五轴防抖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你不可能走哪都背一个三脚架 估计有人会说什么斯坦尼康 或者是稳定器 但是你上了斯坦尼康或者上了稳定器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对焦了 你手动对焦的时候也很麻烦 所以五轴防抖 是我全面的从尼康切换到索尼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因为我不光是拍照片拍视频也比较多 虽然说索尼的五轴防抖 它毕竟因为是全画幅 画幅比较大 它的这个比如说边拍视频的时候 边走边拍 它的防抖效果肯定是没有奥林巴斯 或者是松下的五轴防抖的相机好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绝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五轴防抖还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有必要的 应该这么讲 第二个比较大的方面就是视频的4K 现在大家这个屏幕都不断的在升级 手机甚至都有4K的屏幕 所以说我们的拍摄采集 也要提升到4K的级别 那市面上可以拍摄4K的相机 比如说富士 比如说奥林巴斯的旗舰机 比如说松下的相机 对吧 当然也有索尼了 但是你们横着这样比较一下来说 首先是富士 富士的防抖不好 因为没有机身防抖 它的镜头防抖 看过我之前的视频也知道 比较差劲 松下呢 防抖非常好 但是呢 它毕竟是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所以说在一些暗光的环境下 它这个噪点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奥林巴斯也有能拍4K的相机 但是很贵 对吧 那个EM1 Mark II 佳能 大家都知道 只有一些旗舰的相机能拍摄4K 你像5D4啊 或者EDX2之类的 但是呢 那种4K叫能用吗 首先是 它是从全画幅当中 截取了一个很小的画面 它大概要乘以 2点多的这个交际转换系数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全范围的 你的镜头在转到4K拍摄的时候呢 它的视野就缩小了 本来是一个超广角的15毫米的镜头 结果你一转换 变成了一个30毫米 是一个小广角的镜头 因为假如说你要拍摄活动的时候 又拍摄一些视频 又拍摄一些照片 在这种切换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视角变换的时候 会非常的麻烦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就是佳能的4K啊 也不知道它那个CPU处理不过来 还是因为什么 它存储的格式叫做Motion JPEG 那么它占这个CF卡的空间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以一张64G的卡 你大概也就是能拍个几分钟 你不光是说拍摄的时间短 你要导入到电脑的时候 也非常的占空间 你后期编辑的时候也很麻烦 所以说即便是佳能的这些相机 拥有4K视频的拍摄能力呢 你可以说几乎不可用 对吧 你用过的人都知道 纸面上有这个4K 但是谁会去用这种4K呢 对吧 画面又剪裁 存储空间又这么大 所以说有等于没有 那尼康呢 尼康当然也有4K 但是呢拍摄的出来的画质 比较一般 很多相机都是剪裁的 当然最新的这个D850 是不剪裁 但是尼康的相机 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这个视频对焦的时候 因为没有像佳能一样的 双核对焦系统 也没有像索尼一样的 这个相位对焦系统 当然也没有像松下这样 虽然说比较慢 但是还是能够有反应的 你对焦转换的时候 还是比较平滑的 这样的DFD对焦系统 尼康的那个对焦系统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 感觉到这个画面拉风箱 可以说基本上 对于移动拍摄的物体 这种需要追踪对焦的物体 无能为力的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在说 谁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需要自动对焦 都是手动对焦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 就非常的片面了 因为很多人拍摄视频 并没有那么专业 没有经过非常专业的跟焦训练 你让他一上来就手动对焦 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上了斯坦尼康以后 没有另外一只手 可以专门的去对焦的时候 自动对焦就会非常重要了 所以说即便是你不用 你也不要说 没有人去用这个自动对焦 自动对焦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拍摄一些非常快的 比如说运动 比如说赛车 你用人手去调整这个对焦 是几乎不可能的 除非你有非常专业的训练 你想要在使用一个 前景深的情况下 准确的追到 这个运动这么快的物体 那么现在市面上 只有索尼的相机 可以达到这种标准 然后我还要再说 索尼的4K不光是有这些优势 没有剪裁 全画幅的 而且它是有超采样的 什么叫超采样 我之前那期视频 有比较过索尼的几台相机 有没有超采样 它这个画质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画面的细节度 就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这个暗光的环境下 所以说它在具有 全画幅的采光优势的情况下 还拥有超采样的优势 所以说它的画面 跟别家比起来就会好很多 不光是这些 它还有一些专业的 视频拍摄模式 比如说Picture Profile S-Log S-Log3 S-Log2 虽然说A9没有 但是绝大部分的相机都有 所以说对于一些 想要后期进行调色 想要获得更大的拍摄的 动态范围的一些人来说 索尼的相机可以在这个价位 拥有包括五周防抖 4K S-Log 超采样 这些功能 比较一下同行的其他的相机 比如说松下或者是富士 优势非常非常的大 性价比非常的高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为什么买索尼相机这个原因 因为我之前有6300 大家都知道 这个4000多块钱的相机 4K还有超采样 还有S-Log3 还有非常不错的视频追焦能力 这个视频追焦能力 是要比加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还要快 因为虽然说加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它的对焦比较平滑 比较稳定 但是对于一些 移动非常快速的物体 比如说赛车 或者是运动会 你想要非常准确的 对焦对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现在市面上 只有索尼的相机 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你用过加能的双核对焦系统 你就知道了 其实对于一些 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物体 它还是跟起来比较够呛 包括A7S 对吧 A7S大家知道 夜视仪 我自己做过视频的对比 A7S的高感的能力 相当于比其他的相机 要高3到4档 3到4档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我在使用F4光圈的镜头的时候 可以获得跟别人 F1.4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获得的画质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变焦镜头通常都是光圈比较小 F4 F2.8或者是再小一点 大变焦的镜头 就是F5.6 那么你可以在 获得变焦能力的情况下 因为你不用更换镜头 你用定焦镜头的时候 还要更换镜头 在获得一个非常灵活的 变焦能力的情况下 你可以获得相同的画质 所以我认识的很多 使用索尼的摄像师 都非常喜欢使用A7S 因为他们在现场 拍摄活动的时候 变换非常的快 他们也不需要非常浅的景深 因为拍摄活动 或者拍摄一些 什么其他题材的时候 需要景深比较深一些 才能够把东西拍清楚 对吧 不像一些特殊的 你想要拍摄一个前景深 大部分情况下 都需要一个比较深的景深 你想要获得一个 比较深的景深 就必须要使用 光圈比较小的镜头 所以说这时候 这个视频的高感能力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我可以在使用 相同光圈的镜头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好 三到四档的噪点效果 谁不愿意啊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买索尼A7S 包括A7S2 虽然你们看不到 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用 这台相机在录 比如说120帧的视频拍摄 那么市面上呢 能够拍摄120帧的相机 有 但是比较少 佳能的大部分的 消费级的相机 都拍不了120帧 最多就是720p 尼康的相机也有 但是呢 尼康的相机的 视频自动对焦比较差劲 松下和2084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说市面上 这个消费级的相机 能拍120帧的 比如说索尼的A6300 这台相机可以拍摄120帧 而且是1080p的 而且画质还不差 而且这台相机 也就是4000多个钱 二手市场上 所以说性价比 是非常高的 我想要拍摄 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又没有 那么多预算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索尼的相机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然后是跑焦问题 我在之前用尼康的相机 现在用佳能的相机 困然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跑焦 有一定的几率跑焦 不管是用原厂的镜头 还是用副厂的镜头 副厂的镜头 跑焦机率更大 很多时候是因为 这个跟副厂镜头 沟通不顺 但是呢 使用原厂的镜头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比如说你拍了三张照片 总有那么一张照片 是对的不那么准的 不管是用相位对焦 还是用LiveView对焦 佳能的双合对焦系统呢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它这个对焦点比较大 还是因为它可能判断的算法 每次都比较随机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看的话 它这个LiveView对焦系统 又非常非常的慢 节奏跟不上 它使用相位对焦系统呢 两台相机 如果你拍摄过的话 你会发现 就总有那么一张两张 对不上焦 就很恶心 但是呢 我用索尼的相机呢 单次对焦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即使没有对上焦 也是很小的概率 比如说 可能被头发遮挡 或者是被前景遮挡 假如说目标比较清晰的时候 它对焦是非常准确的 同时呢 因为索尼的相机 有这个眼控对焦 在最新的 比如说A9 或者是A7R2 A7R3上 你在使用眼控对焦的时候 也可以连续对焦 所以说 即便是人物 可能稍微的前后移动 它也可以连续的进行眼控对焦 所以说 它的对焦是非常非常准的 可是这也是我 为什么很喜欢索尼相机的原因 就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对不上焦了 虽然说 其实索尼的相机 它的单次对焦的准确率 还是没有松下好 松下的那个单次对焦 真的是 你完全不用操心 它会跑焦 几乎完全没有跑焦的现象 绝大部分都可以对上焦 然后我就再说一下这个翻转屏 我之前说过了 我很喜欢使用翻转屏 因为它可以扩展 我的拍摄的角度 虽然说佳能的相机 有很好的侧翻屏 我在拍人像的时候 非常方便 或者是想拍摄一些高角度 也非常的方便 那么松下的一些相机 也有测翻屏 但是我在使用佳能的 LiveView双核对焦的时候 我并不能获得跟 相位对焦系统一样的追焦性能 比如说想要拍摄一些 舞台上的人动了比较厉害 或者是想要从人群当中拍摄赛车 从人群当中拍摄运动员 那我肯定要把相机举高高 你举高高以后 你的这个对焦系统跟不上 所以说即便是 它有这么灵活这个翻转屏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对焦的需求还是比较硬性的 那松下我就不说了 虽然说松下的单次对焦很厉害 但是它的连续对焦吧 也就那个样子 所以纵观市面上 你想要在使用翻转屏的情况下 获得很好的追焦效果的相机 那只有索尼啊 富士虽然说屏幕也是翻转 但是它的这个连续的追焦能力 还是没有索尼这么强 6300 6500 A9 都是对焦非常厉害的相机 所以并不是说 它这个连续追焦性能比较强 我就选 或者是它有这个翻转屏 我就选 它同时拥有这些性能的时候 想要在使用翻转屏的情况下 再获得一个非常准确 非常快速的连续追焦 那市面上只有索尼 所以说我选择索尼 说到追焦 我们就说这个对焦点的覆盖范围 我之前的视频有吐槽过 加盟的6D2 它使用了一个API-C画幅相机的这个对焦点 所以说它在画面当中 这个对焦点的覆盖范围呢 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在拍摄一些活动的时候 没有时间给你先对焦后构图 所以在拍摄这种题材的情况下 对焦点覆盖范围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需要在构图的同时 要把你的对焦点移动到 你的对焦的目标对象上 你才能获得比较好的构图 否则的话 你要不就是使用中央构图 你后期还要剪裁 你剪裁的话就丢失分辨率 丢失锐度 丢失这个解析力 但是索尼 比如说A9或者A7R2 之类的相机 它这个对焦点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宽 不光是你在拍摄 没有时间给你进行重新构图的一些题材 那么在平时拍摄一些人像的情况下 那你就不需要来回的摇动相机 我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 你在摇动相机的时候会造成晃动 尤其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你的快门速度比较慢 你这样晃动的话 肯定大部分的照片都会比较糊 增加了这个对焦点的覆盖范围 可以让我对焦点选得非常的宽泛 选得非常远 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为什么我即使是用这个佳能的相机 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我也很少用相位对焦点 因为它的覆盖范围比较小 你使用LiveView对焦的时候 我可以非常自由的选择我的对焦点 还有比如说 因为这个索尼相机的 这个易卡口的法兰距非常的短 所以在转接一些其他的镜头 非常的方便 如果大家详细的了解过 知道索尼的相机 可以几乎转任何其他厂商的镜头 比如说转佳能的 转尼康的 转莱卡的 对吧 甚至是有一种转接环 可以让你把手动镜头变成自动镜头 易卡口的转莱卡的镜头 即使是你用手动的镜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莱卡的大部分的旁轴镜头 都是手动的 通过这个转接就非常的神奇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使用一些便宜的三阳的镜头 我之前做过三阳的85.1.4 三阳也有很便宜的 手动对焦的镜头 那么通过这个转接环的话 你就可以把手动的镜头 转成自动的镜头 玩法就比较多 它不光是这些 因为它法轮距比较短 所以说市面上有一种叫做 移轴转接环 这个如果不知道 什么是移轴的同学 可以不用听 但是了解过移轴的人都知道 使用移轴的镜头 通常都会非常的贵 一般的都是上万块 但是这种镜头 用户群比较少 一般是拍摄这种建筑 或者是拍摄产品 会用到这样的镜头 因为索尼的法兰剧比较短 所以说有一种转接环 叫做移轴转接环 那个转接环 大概也就是几百块 一千多块钱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 法兰剧比较长的镜头 比如说尼康的镜头 转换成一个移轴镜头 这就不得了了 你想想一个 一千块钱的移轴转接环 再搭配上一个 一两千块钱 甚至几百块钱的镜头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上万块的移轴的镜头 这是很不得了的 所以说 这是我买索尼的相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说 我没有出过 使用移轴镜头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 看的人比较少 但是这也是 我觉得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最后一点 我就说 这是A9才有的 这个全镜音快门 这个我在A9 那个视频里面说过 很多时候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那单反 对吧 你虽然说 尼康第五 或者是佳能的EDX2 它连拍速度很快 但是它声音 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在一些情况下 比如说 在一些比较安静的情况下 对方在讲话 或者是做采访 或者是拍电影的时候 拍剧照 在这种情况下 收音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单反在旁边 在那边一直发声音 剧组的人不打你吗 新闻采访的主持人 不打你吗 所以说 即便是这些单反 有所谓的静音模式 但是它还不是完全的静音 那么A9 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快门 是可以全静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需要非常安静的情况 进行拍摄的时候 这个全静音 是非常重要的 国外的有摄影师 买A9 最重要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全静音的快门 因为它解决了一个 它一直所诟病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 电影的剧照摄影师 拍一些剧照的时候 它是不能够发出任何声音的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放一段视频 他在讲 自己以前用单反的时候 是怎么用的 它会在单反的外面套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厚的 隔音的东西 一个像箱子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 它在单反在拍摄的时候 声音才不会传出去 那么有了A9以后 你就不用套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就可以完全的静音拍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对于一些 需要这样全静音拍摄的摄影师 那么这个功能 几乎就是致命的 因为市面上 没有其他的相机 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 我说的是 没有办法提供其他的功能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索尼的 比如说A7S A7242 A722 还有63006500 它是可以有电子快门的 富士的相机也是有电子快门 开启了这些电子快门以后 声音可以非常轻 但是大家都知道 电子快门 你在左右晃动的时候 或者是在拍摄 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物体的时候 它因为有读出速度的限制 所以拍摄出来的画面都是斜的 这就对画面的影响很大 但是A9虽然说 很多人在吐槽说 它是一个什么电子快门 但是它没有电子快门的这些缺点 它读出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它可以达到20张每秒 你会获得很安静的快门 的同时 你的画面又不会因为传统的电子快门 读出速度的限制出现倾斜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A9它是个电子快门 但是它可以解决很多传统的 使用胶平面快门 使用反光镜的相机 解决不了的问题 最后一点 我就要说一下 索尼A9的杀手锏 因为不像传统的旗舰单方 虽然说它的连拍速度 可以达到12张每秒 或者是14张每秒 但是因为它们里面有反光镜 所以说要参与曝光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反光镜抬起来 在连拍的时候 你从取景器里面 就会看到这种不间断的黑屏 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追踪运动速度 比较快的目标的时候 就可能会阻挡你的视线 你在判断背色目标 运动方向的时候 就会受到一些干扰 而索尼A9进行连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好像是根本没有进行连拍一样 好像在拍摄一个视频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黑屏的现象 不像其他的无反相机 比如说松下的相机 你可以看到在连拍的时候 它为了避免这种黑屏 它采取了一个手段 就是把刚刚拍摄的照片 给它固定到屏幕上面 这样的话 你看到的画面 就是一格一格的 比如说拍摄像这种 向前奔跑的运动员 虽然说他们的移动速度是匀速的 比较容易估计他们的运动方向 但是你还是比较难 把对焦点放到他们的脸上的 而索尼A9完全没有黑屏的连拍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追踪你的拍摄目标 这个功能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野生动物拍摄 或者新闻记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传统的单法 如果想要达到这种目标 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反光镜就在那边 所以说你永远不可能没有黑屏 我自己个人在使用的时候 也发现这种非常流畅的拍摄体验 是非常舒服的 我讲这么多 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烦了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 你综合下来的话 比如说市面上能够提供 全画幅的画质的情况下 还能够提供五周防抖 还能够提供4K的拍摄 还能够提供S-Log 还能够提供超彩样 还能够提供比较好的 弱光视频拍摄的高感 还能在使用翻转屏的情况下 不降低追焦的速度 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追焦的效果 追焦点的复盖范围又非常的大 又有非常好的转接的扩展性 可玩性 包括使用一轴的转接环 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 来达到其他的厂商 使用上万块 才能够达到的一个一轴的效果 你把这些全部综合下来 一看 你会发现市面上能够达到 这样的效果和性能的相机呢 只此一家 只有索尼这一家 其他的厂商 加能和尼康 他只能够提供一部分 但是解决不了另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价格 虽然说现在 我那时候买A9的时候 三万多块钱 现在跌了两万多了 跳水跳得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经常拍摄的时候 会用到这些功能 你会发现 哇 原来索尼的相机 性价比这么高 它可以在一个相同的价位 甚至是更低的价位 提供更好的性能 比如说索尼的A6300 有4K 有Slog 有很好的追焦 有超彩样 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这台机器 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了 比如说 为什么我买两台A9 我又不是一个富翁 我很穷的 但是A9 它能够给我提供的这些功能 我刚刚列举了那么多的功能 市面上其他的相机 是没有办法给我提供的 所以总结下来 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能 我评估下来 索尼的性价比来说 应该是最高的 我就不说镜头了 镜头 因为索尼的V单的镜头 都比较新 虽然说同样的素质 但是一般的画质 来说要更好一些 当然也有一些智商头了 但是你不要去买那些头就可以了 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头就可以 好吧 咱黑也黑过了 夸也夸过了 对吧 我希望我这个视频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比较正确的观念 就是市面上没有一个 非常完美的相机 不可能一台相机 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 又满足你那个需求 虽然对于我来说 索尼的A9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相机了 当然它的操作系统 反应更快一些 就会更好一些 但是对于我来说 已经差不多足够了 所以你们在选择相机的时候 不要看这个相机的性能 因为有些这个相机的性能 你不需要 有可能在一方面 它提供了这样 独有的功能的情况下 它又给你降低了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我之前吐槽过 索尼的那个RX100 虽然说能够提供 很好的慢动作的拍摄能力 但是用起来不方便 你有多少时间 或者是多少拍摄计划 会用到这个功能 它这个功能值不值得 你去花6000多块钱 去买一个这样的相机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个功能非常的不划算 而且RX100 对我来说非常的难用 我不会去买这样的相机的 虽然说我买过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不如松下的RX10方便 包括RX10第三代第四代 价格都已经贵上天了 虽然说它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追焦性能 虽然说它各方面很好 但是我觉得一万多块钱 我为什么不去买个A7R2呢 所以说各位选相机的时候 一定要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些性能 你拥抱这些性能 你这些钱花了 就跟打水漂一样 我虽然说买了两台A9 但是我觉得我花了这个钱值 虽然说这两台相机 赚回来的钱已经远远的超过 它所跌的这个价值了 反正是跟大家讲这么多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买东西比较理智一些 虽然说双十一刚过 大家肯定花钱比较厉害 但是毕竟钱是自己的 你要是赚不了那么多钱的话 还是精打细算比较好 不要为了装逼去买一个相机 没有任何的回报 有回报就是 好好的去研究这个相机 用好自己手头的相机 使用这台相机 你可以去看一下 别人愿不愿意买你的照片 为你的摄影技术来花钱 这才是证明你个人价值的一个最有效的图景 而不是说坐在电脑前面 巴拉巴拉打了 说你这说的不对 你那说的不对 你这个照片拍的丑 你这个照片不喜欢 你说的这些东西 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算你对我的视频 或者是对我的照片评价再低 但是给钱的又不是你 别人为我的照片 为我的视频花钱 愿意给我提供器材 这就是证明我价值的 那么多人关注我的视频 他们又不是傻子 你觉得他们没有正常的分辨能力吗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私信 欢迎评论 但是呢 不欢迎某些人评论和私信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没有礼貌的话 我也没必要跟你和礼貌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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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